今天白天各地大多是多雲稻晴的天氣 只有東半部地區會出現一些局部短暫雨 不過中午過後呢受到熱對流作用的影響 中南部的山區還有北部的山區 就也會出現雷震雨了 而入夜之後因為從南方來的水氣增多 所以中南部地區 還有東半部地區 則是雷震雨了 是會出現局部短暫震雨或是雷雨 那麼今天溫度方面 因為大環境是吹偏南風 所以各地白天都是溫暖偏熱的 今天西半部地區高溫是落在31到34度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半邊都是比較橘紅色的 那麼東半部地區雖然稍微涼爽一些 不過白天高溫還是有27到29度 如果中午前後要外出的話 請記得多補充水分做好防曬工作了 那麼最近回暖的關係就容易會起霧 霧可以說是春天的特產 我們可以看到氣象局統計 2月到5月是平流霧的耗發期 那麼12月到4月則是輻射霧的耗發期 金門跟馬祖因為受到了比較冷的空氣 吹到比較暖活的空氣吹到比較冷的陸地還有海面 那麼水氣凝結就會形成平流霧 那麼這樣有霧的時候航班就容易會受到影響了 至於西半部地區呢 則是因為入夜之後地面整體來說變冷一些 所以附近的空氣凝結就會形成這個輻射霧 在清晨的時候就容易會起霧了 那麼入夜到清晨還會有一個比較綜合的平流輻射霧 起霧的時間會比起輻射霧來的長一些些 行車終要特別留意安全了 而現在正值4月就是整個起霧的耗發期 提醒大家外出的話多留意天氣變化 接著我們透過圖卡以後來關心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基隆25-27度 台北29-32度 新北29-32度 桃園28-31度 新竹27-30度 苗栗27-30度 中部地區 台中29-32度 彰化28-31度 南投29-32度 雲林29-31度 嘉義29-31度 大多是多雲稻情的好天氣 南部地區 台南29-30度 高雄30-31度 屏東30-33度 也是多雲稻情 留意午後會出現鎮雨 東部地區 宜蘭26-29度 花蓮26-28度 台東26-28度 也是容易出現局部短暫鎮雨或是雷雨 外島地區 連璋21-24度 金門23-27度 澎湖26-29度 也會有一些降雨機率 另外要注意可能會出現低雲霧 所以要小丁寧再次提醒大家了 今天各地多雲稻情 但是午後可能會有雷震雨 記得外出帶把傘了 那麼白天比較暖熱一些 可是清晨夜間還是偏涼 要注意溫差上的變化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資訊